重一點點啊 所以可能要幫忙這個調整一下 然後我們也要請這個媒體朋友們 稍微快一點快速一點點的輔助畫面 好 從左手邊 然後再慢慢移到中間前方 謝謝 中間上方 中間上方 好 偏右一點點 好 偏右一點點 好 偏右一點點 下方 下方 好 再回中間 還有用嗎 還有用 大家說一下嗎 左手邊 左手邊是不是 最後了嗎 好 好 謝謝媒體朋友 趕快幫LALA拿一下獎座 因為真的有一點點鐘 不好意思 讓你拿那個獎 嗨 LALA 徐佳穎今天拿了兩座獎 那其實剛剛在這個台上有演唱 因為我們剛剛在後台聽到了 那其實因為不久前也才在小巨蛋開唱 那今天又在這個台上跟大家分享這個得獎的喜樂 心情是怎麼樣 就是覺得很開心 而且就是 就是覺得 跟演唱會那個在唱不一樣 很不一樣 真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什麼樣的感覺是比較 跟我們在台下的感覺就是 有點難想像 站在台上的那種 比較緊張 真的 因為小巨蛋那個演唱會 畢竟是自己的唱 但今天就是一個大家都一起表演 所以就會比較害羞 但是就是專心唱歌 不要害羞 就把你在演唱會那個 非常可愛的LALA那一面拿出來 我想就是大家最喜愛的 像是我們這個有記者 也有對LALA學家也很喜歡 特別有些問題想要問LALA 等一下 是 10種 10種 我還沒有 就是 還沒想那麼細耶 可是當天知道的時候是非常非常感動的 我覺得入圍就好像得獎的感覺 是真的 不是官方 是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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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覺得 入圍就是得獎 不是官方的 這真的不是官方的 謝謝 那衣服準備好了嗎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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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尺度 這次打算就是 露一點牙齦吧 可以嗎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這樣子出其不意的 謝謝 謝謝